我們今天回到了板橋 它裡面是炒洋蔥耶 我願意購買 會很像把荔枝蟲 它那個紅色的皮吸出來 碧池店 嗨大家 今天呢我們要來拍肥肥魚 然後肥肥魚來到了一個 我們已經一年半沒有來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呢 在一開始我們家來拍的時候 真的是那個業績 但是這樣咻 我們都沒有想過 這裡的業績會這麼好 加上這裡其實是各大YouTuber 都會來拍的地方嘛 欸對不對 嗯...對 對 我們今天回到了板橋 想說板橋其實 很多大店跟紅店 我想要來拍肥肥魚 沒有想到板橋讓我深陷了一個泥沼 因為板橋每三步就一間店 這幾天找資料的時候 感到非常的痛苦 因為其實每一家店都想吃 然後每一家店都沒有很特別 因為我想要找一些比較... 我覺得我的不特別是說 對於大眾來講 你們會覺得 欸怎麼會選這間店 但是在我心中可能有一個 一個回憶啊 或者是一個悸動 而選了這間店 你會悸動嗎 你們是... 你今天好多言過起始的發言 沒有就是你會突然覺得... 反正這間都不特別是... 就是這種平凡的東西 我反而有的時候會覺得 我要來去會會看他 好然後現在呢 就跟著我 我小時候只有那個 修理刷空刷門 大家好 財神道 3C阿姨真有料 大家應該還記得 我們在3月底的時候 有上架了一支我們房道 其實就有提到我們的財神 就是JBL 那個時候我甚至還念錯哈的名字 但他們真的是 大人不計小人過 居然還來找我們合作 今天就要為大家隆重介紹我們的財神 也就是後面這一台 JBL81300 旗艦家庭環繞喇叭 本身那台9.1也還蠻不錯的 然後後來我們就跑去 三創五樓的試聽試聽 一聽說我們就真的是高潮 店員就有拿喇叭的透視圖給我們看 然後一看到他透視圖裡面的顆數 反正就轉過來跟我說 我要換這一台 1300這一台 是11.1.4到 15個單體加上一個重低音 加6個天空聲道單體 對比我們家的9.1 整整多出了8個單體 連我平常這個爛耳朵 聽不大出什麼優劣的人 都明顯的感覺出 這一台有多厲害 可拆式的環繞喇叭 側邊都有做喇叭單體 會跟前面的這一組喇叭 做成一個圓的循環 所以你會整個 坐在中間的時候 你就會很像被聲音這樣包覆起來 不會再只有單向的聲音 而是一個圓形 尤其是在看一些賽車追逐電影 就是我最愛的 玩關的時候 會非常有感覺 你就會覺得那台車 真的是從你旁邊這樣 咻 差一點就要切到你的臉的那種感覺 這一台主體的這邊呢 其實有天空聲道 天空聲道就是它的聲音 其實是向上打的 那它向上打的時候 再有一些聲音 譬如說 煙火好了 這樣咻 那個聲音的 遠度跟高度 是會往上打的 讓聲音的感受更加立體 更加的包覆 你不會只有平面的 你會整個立體的 上面也都有聲音 E300這一台的輸出功率是 1170瓦 是目前同等級的 Songbar裡面 輸出功率最大的 比較適合用在 譬如說你聽 交響樂的表演 它在細節上 處理會更加的細緻 除了調新音效以外 JBLOBAR E300它還有一台 10吋的重低音音效 那這一台呢 其實它設計就是非常的簡單 看起來非常的低調 放在家裡 真的是 一點都不突兀 這一台呢 它有支援杜比音效 DTSX 還有 MultiBeam的音效 除了支援EARC以外 還額外有 HDMI三進一出的這個設計 而且也有支援 4K的視訊解析度 還有支援 Google Alexa 跟Siri等系統 同時它自己也有 JBLO的App 可以做你個人化的設定 講了這麼多它的優點 我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 因為Songbar其實不是一個 太便宜的東西 加上它是精密儀器 所以建議大家 還是可以在原廠購買 JBLO在台灣的 官方代理商是 英大貿易 為什麼沒有播聲音給大家聽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播聲音出來之後 你上傳到YouTube 經過過度的輸出 跟每一台機器 每一台麥克風 都會讓它的效果大打折扣 這邊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有機會的話 在台中跟台北都有門市 可以去現場試聽看看 只有聽過 你才會知道 那是不是你要的東西 第一家要去吃一家 叫做小貓咪早餐店的店 然後我上網看了一下 我發現說 其實它是一家連鎖早餐店 我覺得它這個字超Q 你看這個POP字體 對不對 小貓咪從我一開始跟老闆對到眼 他就一直跟我嗨 就是他們非常的有活力 然後我進來之後 那個阿姨應該不下20次 有說真的很漂亮 趕快把那個菜單給那個美女 阿姨在台北 裝備地區已經很少被超人家美女 對 我要跟大家講 這家店我為什麼會來呢 因為它其實看起來的確蠻平凡的一間普通的船早 但是呢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發財片 據剛剛姊姊的說法呢 它是說 就有點類似台南的棺材版 都可能在早餐賣棺材 可能對他們來講不大好 所以他們就變成發財 他說這個是用煎的 所以我更好奇說 他的發財片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來了之後呢 他的菜單上有打猩猩 我們剛剛就問他說 阿姨那個猩猩是不是推薦 然後他就說 啊沒有啦 那我們就做個記號 不知為何要做這個記號 然後我們也沒點 我們也沒點 我覺得那個阿姨有點可愛 你還有問他說 那個檸檬汁會不會點 他就說 生生甜甜 男生們說要稱讚一個點 你點那個冰飲料 他會放真的冰塊 生生甜甜好滋味 他們的檸檬汁喝起來 非常像維他命C定 就是有一個很想強烈跟你說 我這杯檸檬汁早上喝 也很讚喔 嗯 這個是 這個還是 我們自己有帶餐具 謝謝 謝謝 現在點了一份是 姊姊推薦我們的 鹹酥雞 在早餐內可以點到鹹酥雞這個選項呢 讓我為之驚豔 對面鹹酥雞鹹酥雞 不是 中央廚房鹹酥雞 很像他堂哥有在巷口賣鹹酥雞 然後他們跟他有進一些貨早上賣 不是那個麥克雞塊的同學 他就是 是無骨的 滿好吃的還是 他出去跟很多鹹酥雞練比 他不會 可是他在早上就給你這個選項 讓我們這種很貪心的人會覺得 我給你讚 我們以前一樣是肥豬學的人就會很爽 我到現在心中還是住了肥豬 所以我就很爽啊 他的奶子吧 我感覺甜味有點不夠 但是是在我喜歡的地方吃上 飲料的搭配真的是可以給他一些 美食太粗 就是他的奶精也是這種 他也需要自己把它攪拌的 看到奶精這樣搬在那個碑園是興奮的嗎 興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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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了我喜歡的東西呢 他知道你是誰 他沒有幫我切我很怕被切的熱狗 哇 這是發財 沒看過這個朋友耶 什麼意思 我先講一下這個麵 我先講一下這個麵 因為我們是主打 鐵板麵是要吃細麵的 姐姐就有說 我們家那個鐵板麵也是很好吃哦 他的玉米跟火腿呢是額外加進去 我還加點了一個腰 他這個腰呢是有點結合了紅蘿蔔在裡面 最垃圾的那一片鳥 但好好吃哦 算是那種清爽不負擔 但是疑似有點沾染到蘑菇醬的味道的那個黑胡椒鐵板麵 好吃的 因為他的麵很細 我要吃這個發財 它裡面是炒洋蔥耶 超級無敵 屌爆天 G5般的好吃 沒有想過會有一間早餐店做這件事情 要來了 現在的風情其實 我滿像在吃一個brunch的餐 他擺到一些比較漂亮的盤 然後後面幫我劈 要上一些什麼玫瑰花啊或幹嘛的 鳥羽花上你就覺得 哇你再吃一盤大概200塊的東西 他蛋是包的 等一下 我以為這上面有蛋 他裡裡外賣 超市耶 喔 好吃好吃 超好吃 這個發財 它是很貪心的商品 就是適合我們這種人 其實小貓咪是一家 連鎖店 這個是他們那一家賭主的料理 但是我覺得這間店 讓我感受到的是 阿姨他們很熱情 這個美女才有 會讓你從一早就感受到 滿滿的活力 好 好像是難道我再走過去 我在走一次 你在走出去 你在走 自然的走 假裝沒像影集對不對 對啊 你小心 你在走 報告一個消息就是呢 我有找到後面的這家古日子 他其實是買一些手作麵包 然後跟他甚至有蛋沙拉 但是他只有開 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我們拍攝的時候他沒開 我就是有點 sad 因為今天呢 就是禮拜二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找到了很多 蛋沙拉的店家都 公秀 你們有遇到他有開 然後來看他的麵包 覺得很可愛的話 有吃 也可以分享給我 我這一次的板橋飛魚裡面有70家店 昨天他在那邊找店就說 我覺得板橋找的店真的很不夠 我就說板橋應該候選 差不多二三時間就已經很夠拍 他就說 我現在已經找了40家 但我覺得還不夠 然後我回家睡前找到70家 不知道你到底想怎樣 我如此認真 觀眾們 給我一個讚吧 我現在要帶大家去下一家店 大家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家 這家店呢 其實是因為我在看地圖的時候 發現他叫做超好吃早餐 哇塞 太讚了 他叫超好吃早餐 肯定很有自信 爬了一下他的那個留言之後 發現說他其實本名叫 吉祥早餐 但幫他設點的那個客人呢 就幫他設了超好吃早餐 這間店據說是有25年的歷史 然後他從開店到目前 蛋餅都是一直維持這個價錢 原味蛋餅的 我看留言這樣講的啦 那評論大部分都有提到說 他的蛋餅很好吃 我剛看他這種比較傳統的餅皮 但他會煎得稍微恰恰的 跟本身是酥皮的蛋餅 把它煎得恰恰 其實會有一點不一樣 這邊有一個很厲害的點 是他們的飲料 可以選 飲料跟甜度 你說手搖飲的規格 尤其是這個樣貌喔 如果在賣叉燈 就正常 我又點了一個喵的吐司 他的吐司 喵得酥酥的 很多早餐點已經不這樣做了 我先來吃他的蛋餅 是國小的味道 他的皮是薄的 然後外面酥酥的 然後裡面還是帶一點濕度 因為他的那個蛋餅 用的厚度也夠 很像雞皮那種脆皮 外面很薄的那種 然後再吃到有軟度的蛋 外面還會放那種 活濃養奶的那種 很傳統的 阿嬤阿公開的那種早餐點的味道 他這邊有熱狗跟雞狗 然後我手上的這個是雞狗 小肉豆是用雞肉做的 就不去那邊 但是他這邊就是有雞狗跟豬狗 給你選 豬狗 會把他寫豬狗啊 啊不是他寫熱狗 寫豬狗 這款是加生洋蔥 所以你吃下去之後 他的那個洋蔥 切得很細 會有一點小小帶一個 辣辣的感覺 洋蔥的辣度 還是有的 這家跟上一家 我都會很希望 他開在我家附近 Google不知道 雞狗是在那裡 重橫傳找這麼多年 我第一次看到 直接寫雞狗的臉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這個狗 好像是有點先炸過的 跟剛剛上一家那種 把他的感覺有點不一樣 他的熱狗是做的 有外面那層皮 跟裡面熱狗質地有點不一樣的那一種 我Google了雞狗 我現在Google到第一條字 鄰居亂胃 鹹水雞害黑狗 三圈 拉獅子 我覺得你來 你不管要點什麼都可以 但就是記得 一定要帶上一份膽怜 我們現在來到了 普陳菜市場 然後之前 反凡其實是在附近上班 但是我個人呢 每次都會經過這個市場 然後覺得 哇 這裡有市場 我下次一定要來 但是都沒有來 所以這次呢 我就在這邊找了幾家 我有興趣的店 我們進去看看吧 我現在好像那個 外景主持人有沒有 我現在有沒有一個專業感 有吧 這家我沒有查到耶 而且人很多耶 各位我們現在在桂林炸餃麵 然後這家呢 其實就是我把地圍放大桌 我就發現說他的滷肉飯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所以我就來了 感覺是比較手切工的滷肉 這一碗在他們後面是寫 家傳滷肉飯 所以有可能是阿公 或者是周公傳下來的 聞一下 是以前比較沒有吃過的流派 我覺得 因為他的整個肥肉已經變得軟 比較沒有那個皮的那種質地跟Q緊張 就是一進去之後會發開 試試看 Join me 他的那個肥肉真的會心血管堵穿耶 很可怕 是頂肥肥肉耶 我覺得他的油度可能對於一般 你如果是比較燒澡的時候吃 或者是沒有那麼喜歡肥肉的人來講 我覺得他的量體是會讓人家覺得小負擔的 因為你在外面吃他有時候可能會手切的比較細 比較不會有那種喉嚨整個被那個肥油這樣塞住的感覺 很肥到進你嘴巴會變成一顆味道 他的豬腳很好吃耶 很新鮮 山長也還蠻好吃的 哇 我覺得他們家的湯很清 然後有那個薑絲跟蔥的味道 所以配像這種很重口味的滷肉飯來講 我覺得蠻搭的 因為他家的主食我覺得都是負乾式 畢竟他的店叫做炸醬麵 這一份是炸醬加麻醬 有點像在吃花生醬 他的花生味還蠻重的 然後是帶甜的 那個意麵還蠻Q的 我蠻喜歡的 我覺得這碗滷肉飯呢 他絕對不會成為雙北十大名店的滷肉飯 但是他如果是在一間麵店裡面有這個滷肉飯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合格中上的滷肉飯 他是麵店裡面比較好吃的滷肉飯 對 以服務附近上班族的店來說的話 就其實算是還不錯 因為就是食量大的上班族其實很愛吃麵加滷肉飯 我以前上班族中央的人很愛點乾麵配 是中央的人還是你 我會一起跟著這樣 我們現在呢在市場裡面然後來到了下一家 是想說中間要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有點飽 我們來吃一些甜甜的 換一個口味這樣子 等一下才可以再繼續吃下去 所以我就在地圖上找到了一家叫做阿丁豆花 他的湯圓看起來非常好吃 軟綿軟綿 現在也有綠豆藝人湯了 等一下會去斜對面有一家巷子口小吃 那家巷子口小吃呢 在地圖上就是只有巷子口小吃 然後可以一些老闆娘發的照片 但我覺得我很在意 所以等一下我們先吃完阿丁之後 我們就會去吃巷子口小吃 巷子口小吃賣的是越南麵包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阿丁紅豆湯 我當初來就是想要吃他的湯圓 那老闆說他們家的湯圓就是只有多熱的 所以你一定要點紅豆湯或者是花生湯才可以 他看起來很可愛耶 他還有一句話叫做 現煮一世成煮 故這一句話讓我們就是很在意 你想要試吃到底能不能撐住 沒那麼甜一點 因為花生湯對我印象中 對就是你一進口之後就是湯 他這碗很淺其實是花生香比較多一點的 跟我今天來之前攝小而骨 會在這種傳統店遇到的甜度有落差 男生們點個豆花 這古早味的豆花都很濃 用料的路線都是我喜歡的 最終我們一直在吃這些豆花 覺得最後就是講求一個 舒服 對比例的那種感覺 那這間店我覺得就是一個比例都很舒適的東西 花生 掉進去了 他就每個要搶事情都不夠 他就是那種家和萬事心 會富三代的那種家 不會出現那種什麼 真蟲啊 也不會有小三 他就是一碗很和樂的豆花 所以他如果直接拒絕的話 你們就 修飾比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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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較溫馨 比較溫馨 所以喝得到花生的味道 就花生香很濃 他其實也會當甜 他就是一個蛋厚甜 因為等一下是真的要吃那個越南麵包 你們覺得我在開玩笑嗎 來來來我打開給大家看 哇 我現在在巷子口小吃店 然後店非常的小 但有內用也有廁所 我點的是烤豬肉 然後他那個烤豬肉 超像 中秋節烤肉 一家烤肉萬家鄉 其實蠻不悅的 你不悅還是說怕不悅 沒有那麼越南感 我剛剛呢 在巷子口小吃 跟另一家叫做 新欠越南料理的店 選擇了巷子口 但是我現在滿腦子都是小辣椒 是很厲害 然後這個不錯 這個必買 輕鬆烤餅 車 撒貝愛 你們在那邊開多久了 18 18年 我有在地圖上看到的 然後我看到的那張照片是 超多人在排隊 我剛剛吃完巷子口 經過的時候才發現說 在對面而已 所以我就立刻再回來買 然後我剛剛就買了一些老闆推薦的 然後我最興奮的是這個 然後我最興奮的是這個 它居然這個東西是 青蔥湯種 它超像睡袋的耶 它長得很像蟲 通常我看過的麵包 就是青蔥麵包都是鋪在外面 但它們是 灌在裡面 它剛剛有說這個是很厲害的上 它那個青蔥 有稍微把它打成醬 然後它有一些鹹奶油的感覺 風味有被打出來 然後又有蔥的口感的那一種 然後很好 阿姨好像在演一些獨角師 真難談 對啊 是末舉嗎 末舉 好吃 就是 就是這個情形 怎麼一樣啊 你平常不用演也是可以講得出這個啊 你知道嗎 因為我書讀的不多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肢體的動作 看起來 好像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這樣子的時候 這個青蔥麵包 看起來更好吃了呢 它的鹹香很夠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那個 蔥的口感被咬在 嘴裡的時候 它不是那種辣的青蔥 它已經變得有點甜了 蔥的分離方式是這種滑開來的 它現在其實已經大概有90分的等級了 回去你付熱 一定超屌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醬啊 會被融得在香氣更出來一點的時候 會超好吃 這個用小烤香烤會很好吃喔 欸這個我給你那個耶 這個是我們剛剛在看 然後朱朱就說 這個也太漂亮了吧 然後老闆就說 這個不錯吃 感覺就是個漂亮的花瓶麵包 什麼意思你現在在 現在變成鞭炮了 上面的味道 是有點 焦糖布丁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會有一種在喝飲料時候 才會體驗到香氣有點像 小時候傳統布丁奶茶的那種風味 它上面這個flower啊 被烤得非常的香 下面的那個麵包的濕潤度還是有的 所以這一顆是 還滿雙重體驗的 上酥 下軟 你幹嘛 下軟 比剛剛那一間紅豆湯店 更均勻於甜點 它甜度比我想像中高 那時候我在看評論的時候啊 大家疑似都在排這一個 蔥燒餅 他說長輩喜歡 然後那一張土的確 雖說有點失禮 但看起來好像長輩居多 我覺得是偏失禮這句話 又要演一段 應該是我近期吃過 覺得好吃的 蔥燒餅跟蔥酥餅了 一咬下去之後呢 它的那個酥 是非常快 就在你的嘴巴化開來 我有時候覺得吃燒餅跟酥餅 對我來講 那個皮會有一點乾 乾到黏住我的上顎 但是這一款的薄 就是 薄如絲 一含進去之後 你的口水就會 已經把它化掉了 不得不說 我覺得它裡面的那個蔥 有點鹹 認真靜下心來之後 是會被那個鹹 就是從後腦勺打一拳的那一種 它跟剛剛的那個蔥 是同意的 不大一樣 它這一個有一個 昏食感 超好吃 這是我目前 這間麵包店吃到 最好吃的東西 很值得買 十顆 就是可以夾當棒子 大家都要來嗎 裡面的那個蘿蔔絲 已經有點燉成飽飽食品風了 你吃吃看 它這兩款的內餡都算鹹度很高 跟剛剛的表演是一樣的 不一樣 剛剛是這樣 現在是有點要起來了的那種 超好吃 你知道它裡面的那個餡啊 鹹的 不要一直靠近 我就是因為 你一直往前 嚇到這裡 這兩顆是我這間店最驚豔的東西 可是你最近肥肥魚是 都有 拍之前有課藥 沒有 因為 我現在用拍片前呢 我會課藥 我到底要不要吃 我到現在也在猶豫 因為其實今天麵包類已經過多了 每次肥肥魚都會澱粉過量 然後都是麵包類的澱粉 但是我今天真的有在反省 每集拍回去都有在反省 那你說一下你在反省的事情 不夠漂亮 謝謝 我就是有反省說 沒有在反省 對啊他們有在反省 現在呢就是來到了一家遊衣的那個 麵包店 對又是麵包店 然後 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有 不要拍到 有那個 蛋沙拉 就看到地圖上又有另一間麵包店 然後它上面就有人留言說 它這裡有蛋沙拉 然後老闆娘就出來 我就跟他說今天有蛋沙拉 啊啊啊啊啊啊啊 又出 你剛剛是這樣問他嗎 他今天有蛋沙拉 然後她就說他們這裡的麵包 其實是每天會公布在他們的臉書上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沒有淡沙拉 就想說 進去摸看 看一下麵包們長什麼樣 結果後來就帶了 摸看為什麼變成這樣 帶了六個麵包出來 現場就有一個姊姊 她就說 他們家的肉鬆很好吃 然後我就想到說 我其實是一個非常喜歡吃肉鬆麵包的人 既然姊姊已經講了 她還說什麼 我買了他們三罐肉鬆 跟四套那個肉鬆麵包 所以我就買了 非常軟綿的餐包 雖然說她的樣貌跟長相 長得有點像台式麵包店 但她少了台式麵包 會有的那個很甜很香的奶油味 上面的那個肉鬆啊 是那種捲捲 比較像貴賓狗肉鬆的那一種 我本來以為裡面會再塞一點美乃滋 我比較喜歡那一種 那她現在的美乃滋也是剛剛好 剛才吃得到有美乃滋的濕度中和那個麵包 像一個媽媽在麵包跟肉鬆之間做調和 肉鬆之爸爸 對對對 所以爸爸有去燙頭吧 對 爸爸是 爸爸最近流行燙貴賓狗捲這樣 是滿驚訝的 它裡面的麵包 沒有像它外面長得那麼有距離感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的麵包 單價比較高一點 那個肉鬆我記得兩顆是 6.5 6.5 對 但是它是好吃的 好 我們來吃鹽之花 大家今天有看鹽正花的那個芯片嗎 很好看 這是硬療嗎 可以發現了 請問是不是沒收到你 今天的墨具的場次會不會太多 我在思考我咬到那個脆脆的地方是 它的上層還是它的下層 你大家有記得我們去北屯的時候有吃了一家鹽可頌嗎 然後它下面已經是被泡到油比較香的那一種了 但是它這個下面是兼具了酥脆以及油 然後又有一點鹹香 剛剛吃起來很像它有放一層烤鹽在下面 你會一直聽到你的耳朵這邊有那個 恰恰恰恰 欸是你吃的飯店嗎 鹹度呢是我覺得算明顯 嚼起來的那個 聲音脆度爽度 它整體麵包裡面的柔軟度 全部都是我覺得中上等級的 好吃 然後味道算蠻重 它整體吃起來比較優雅 它介於 酒庵跟北屯中間 它有乾油的地方 也有那個優雅淡雅的風險 阿神女士你為什麼要笑 你剛剛那一段 你剛剛那段超長的筆畫 有比出酒庵是不是 三家麵包店 酒庵 這一次油衣跟那一家北屯的店 叔叔就看到了這個我也是 我很好奇 它是你爸去學做麵包 然後就想把他喜歡的材料加在一起 但是做得蠻好吃的 它裡面是鮪魚炒洋蔥 它的鮪魚是甜的 洋蔥跟胡椒味都有跑出來 沒辦法吃 吃餒 我為什麼好奇 是因為剛剛前面那個阿姨 來行的啦 對吧你爸去社區大學 學做麵包 然後也吃得到馬鈴薯 我覺得這顆長輩會非常喜歡 因為它裡面其實塞了滿滿的料 我們現在在那個長江號好吃雞肉 我跟凡以前還住在凡橋上 它就一直在 所以它算是一家應該滿有年紀的店 嗯 吃誰 茶啊 雞腸啊 雞腸啊 雞腸吃起來的感覺 比較像雞肉耶 它比較沒有那個腸感 它的那個兩半的味道 有點像 樂士或泰式會出現的 有時候有說它的辣醬很不太香 對 它的泰式醬跟一般辣 它的豬皮是那種比較有Q勁要咬的 不是一進去舌頭就這樣把它化開 它只有是沙茶風味的 嗯 嗯 它又把豬皮泡得QQ濕濕的 其實吃起來有點像海蛇皮那種東西耶 蠻特別的 有點乖乖豐富香 沙茶 但是炸豬魚本來就是比較偏零食 它的這個雞肉大片到 很像陶太郎的冰角耶 超大片 我覺得這些小菜的味道都是配沙茶 然後還有洋蔥 可以感覺出它的用心 因為一般可能你吃到的 稍微燙過給你蒜 絨 醬 它的雞也是比較有在走路的那種 不是軟飯嗎 跟泛水那一家的風景有點像 辣辣醬的 它就是它有一個 辣辣辣辣辣醬 跟一個 香辣醬 辣辣辣辣辣的醬是比較台式風格 它就說香辣醬是比較泰式風格 欸它飯的這個醬油很好吃 很適合小朋友 豬皮一沾泰式辣醬 它這個泰式辣醬吃起來的味道呢 是油辣 它其他這些泰式的味道會多了那個 甜辣醬的那個甜味在 所以我沒有特別明 但是它那個辣辣辣辣辣辣 是香的好吃 喔 很辣 這邊已經被這樣 電極棒這樣見到了欸 電極棒辣 它會魚露 對 你嘴巴如果覺得今天有傷口 絕對不要吃得辣 我們剛剛呢回家換了一身淨妝 因為剛剛那一套有點緊 現在要繼續來去吃板橋 吃板橋 所以我要帶你們去吃一家冰冰涼涼爽爽又神秘的店 我們現在來到的店呢就是在我們的對面 是一家叫做龜季的冰品店 那這家店呢其實是 朱主的哥哥也就是王哥哥喜歡來的 昨天我就說我要拍板橋飛魚的時候 朱就說 那你知道那一家嗎 我就說 阿如果放出來他很紅 你哥會恨我嗎 我現在必須說他會恨你 那我先這裡跟王哥哥致歉 我先跟你道個歉齁 我們現在拿到了龜季 然後他其實一段時間一段時間的雙淇淋 會是口味限定 然後在我們買到的這個桂花烏龍之前 我有看他的臉書 他其實是聚風葡萄 我喜歡吃葡萄 除了他們這個雙淇淋外 他們其實還有那個瀑布的那個蒙布朗 看起來非常好吃 但是因為我們目前的 就站立有點需要一些比較清爽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吃雙淇淋 它不是荔枝風味喔 你吸下去的那一秒 你會很像把荔枝蟲 它那個紅色的皮吸出來的那個味道 那個香氣其實是包含了 吸的那個動作會有的那個味道 它的那個吸感很屌 這間會叫灰菌 就是它的水果沾米的那個味道 他怎麼 你嚇到吧 我沒有吃過那麼蒸的荔枝 它一隻90塊我覺得不算貴 雖然說它裡面是有牛奶的成分 但這一隻其實吸缸那麼大一兩口 並不會讓你開始覺得舌頭有負擔 或者是很膩的感覺 我覺得它調配得非常的好 但是其實你會吃進去之後 有帶水果沾米的感覺 不是化學的味道 不是化學的味道 那它給你的這個鹹餅乾 畫龍點睛 它配上這個鹹鹹的小餅子喔 姐姐 我幫你拍手 我在遠端幫你拍手 姐姐你真的很棒 超級無敵好吃耶 不可思議的蒸水果冰 怎麼辦我覺得會很多人來 我都要生氣了 這家是板橋與省同行必吃店 你不要再講這種話了 你不要再講這種話了 我都要生氣了 現在如果下一間你要直接吃熱熟 我想就不做回家 但如果你要訂接一個箱 就可以再接一個箱 我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邊其實是在我們以前的 蠻生活圈的地方 然後那邊過去一點廟 旁邊附近有一家那個 定光韓式料理 然後那一家非常的台 范范以前很愛去喝它的奶茶 因為它的奶茶也是走比較傳統風的 大人街那邊呢 有范范最喜歡的大廷牛肉麵 以及頂廷 我沒有喜歡吃那個牛肉麵 可是你以前很常跟我吃炸菜肉絲麵啊 我只是不知道要吃什麼而已 大人街那邊有范范最喜歡的那個頂廷牛排 它好像叫做頂廷還大廷到換過名 對 然後那一家的那個鐵板麵 很喜歡然後我對它印象最深刻 就是它地板黏到不可惜 而且那間店你只要進去吃就會臭到 你身上都會是那個油煙味 但是我是願意為了那間店就是去吃的 沒錯然後南亞夜市在稍微前面一點 南亞夜市那邊有反而非常喜歡的那個麻油雞 對 然後我們今天拍到目前為止阿姨 終於非常厲害 兩組我們買麵包的時候也有被認出啊 然後剛剛剛剛是有趴粉 我當我聽你們的趴開始 你說那個認出你的時候又很激動 很棒喔 很棒喔 我現在給大家讚喔 大家也知道我剛剛有說我今天找了70家 然後本來只要用兩家結束 但是我剛剛又得到了一間的扣打 我跟你說在那裡有一間那裡的咖啡店 有賣蛋沙拉可頌 哈哈哈哈 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還有一家呢 是我們昨天大家有共識要去了解的那個 花蓮高麗菜餅 然後 還有蘭鵬 還有蘭鵬到底要 還有一家泰式料理 好算了 這家店叫做花蓮光復高麗菜餅 我昨天就問蘭說花蓮有在米高麗菜餅嗎 然後我們一查之後呢 花蓮的這間店好像是大解開的 然後這一間板橋店是二解開的 想說來吃之後就可以了解 看看到底是怎麼樣的故事 讓他們有板橋跟花蓮這麼遠的地方 來了之後發現他夜休息 應該是今天的最後一家 然後我們目前正會在江紫萃站的周邊 其實前面是我們之前曾經拍過的太子廚 在這個區域附近呢 其實我找了斯丹加熱炒在我的心中想要去 一開始想去的那一家叫做鹿港海鮮熱炒 因為它有一個九層塔烘蛋 看起來非常好吃 大家都說很像舒服雷很厚 就在我們要走過去的路上的時候呢 我就經過了在我的地圖上也有的一家叫做松柏偷傘的店 然後它的長相就是說著 你怎麼能不拍我呢 我長的就是要給你拍的 因為肥魚的店就是只要是看起來 對 我就會很好奇 我一開始沒有選它的店 其實是因為我不吃頭傘 但是它的炒飯跟它的整體風氣 炸花汁這件事情都讓我覺得要來 在後面呢其實有一家叫做 一品味的川菜小吃 那一家我也非常想去 這個可能也是我近年成熟 後有意識有記憶後第一次吃頭傘 這個頭傘的大小大概是一個國小的長髮 美眉的後面吧 很多人不敢吃 土味很重 土味很重 加上有蠻多人都會說它其實是在很髒的環境裡面 喔喔喔喔 所以它就是其實都吃一件很髒的 我覺得頭傘有一個我現在用肉眼看它會有點怕的點 是因為它的皮看起來非常厚非常滑 它本的就長了 我有點這麼多 有讚 喔謝謝 不用少包妳假裝 不是我我我點完餐就忘記 這花汁看起來超好吃的 你們吃這個炸花汁 剛炸起來非常好吃 然後又結合了一點那種鹹粥墊會給你的風情 它花汁外面裹的那個粉其實薄 但是又有些地方有比較厚一點 就是比較算隨性的裹 口感觸感跟搖感是會每個階段有不同風性 喝喝看它的 喔喔喔喔喔喔當龜峰 好啦我吃吃看我人生第一次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很愛吃魚但是它的皮你們看 這個是木耳嗎 阿姨居居然怕一個這麼還好的水 其實我覺得不會有怪味 是我覺得它對我來講的比較讓我害怕一點 是它的樣貌跟它的長相 頭塞店外面都會有那種這樣的頭塞啊 然後我每次看到它都會覺得 好害怕感覺它晚上回來我的夢裡跟我聊天 沒有什麼太重的土味 然後非常的滑也不乾 因為我想像中的頭塞可能會比較帶乾跟帶酸 但它吃進去之後魚肉是這樣滑開來 我來吃吃看它的炒飯 是那種樸實無華的炒飯 他們家的炒飯就是只有炒高麗菜飯 高麗菜醬油然後還有炒小辣 吃起來嘴巴會麻麻辣辣的蠻好吃 但一樣就是一個街邊小吃的風情的炒飯 並沒有那種太香的鍋氣 或者是會被人記住的炒飯 但他們家的熱炒也是都走比較濕一點的路線 我覺得這家的菜都適合配飯 就因為它不是那種下酒風的熱炒 它其他的菜色表現得算平平 目前我有驚艷到大概就是這個花旗 可是你最近時刻在著迷我們去熱炒店點進去 不是你喜歡嗎 我還好啊 好我我我我誤會 我哪要點那麼多啊它是不是有送的 就是呢現在我們經過了一家店是那個小喬新疆羊肉 然後這家呢我也是從第一次來拍板橋我就非常想吃 然後就這樣陸續一直沒有 陸續一直沒有來吃 阿今天呢板橋真的把我餵得很飽 結束了我的板橋肥魚 不得不說板橋的食物分量都非常的巨大 我今天算是有點被味道很飽飽到我真的沒有辦法再下一家 因為其實對面是一家我今天也很想吃的泰式料理 其實因為我有看到一個網友留言說 那個是他覺得人生中第一名好吃的泰式料理 我就很在意 但就真的是食量不允許啦 阿就是希望這一集的板橋肥魚 有挖掘到一些你平常可能路過或者是你曾經覺得心動過想吃 但是又不知道它好不好吃的店 那也歡迎就是板橋的鄉親父老兄弟姐妹們 可以留在下面跟我們分享你心中的好板橋好小吃 最後我們就還是要感謝我們的財神JBL8 E300 真的覺得非常的喜歡 然後因為它的音質音效音感都比前一代我們所擁有的那個9.1號非常多 尤其是在那個天空深道的部分 我真的是自己感受真的是非常的好 假日的時候可以去三創阿或者是台中可以去大園百逛逛 他們都會有現場可以讓你試聽的服務 然後也會有現場人員做很詳盡的解釋 有需要的話大家就可以多去走走 因為這兩個地方都有冷氣 接下來夏天要到了就會越來越熱 好不好 太實用 我現在真的是 為什麼我們回了家又在開機呢 原因其實是因為我今天有訂了一個 搖烤手作麵包 超大一顆 間店叫做油種搖烤手作麵包 然後它是只有提供 賴預訂 賴月莓乳 你看它的乳肉是這種一大塊的 它是走那種歐包 甜度沒有那麼高 需要靠那個咀嚼的時候 把那個香氣給咬出來的 回烤來吃吃看 欸欸沒有那麼香吧 貓咪不可以吃這個 欸欸欸欸欸 回烤的時候會比較熱比較香 但是它可能比較適合 比如說早上起來 你不想吃那麼油膩的東西 你可能就可以配一些水果或優格 會蠻適合的 但就不是我平常最喜歡的那個路線 因為歐包對我來講太優雅跟就是輕讚了 那你今天在訂它的心理想的是什麼 心理想的是或許它會是有著歐巴 歐巴 歐巴馬 我其實是想在它身上找到胖達人的聲音 我今天今天道個歉耶 他沒有要像胖達 對啊 看起來 YA 你有需要每個人跟你有任何反應 你都要做那個很多動作這樣 要啊 你不能就只是正常的說嗨這樣 我覺得他們喜歡我 這樣有嗎 沈小姐 你現在看起來很瘦為什麼這樣 真的嗎 你可以幫我拍張照嗎 我今天有留這個許許號 我今天有請 欸很像那個 我今天吃的東西 我吃的 在白白魚面常常都是那個 被阿姨幹的這個酥 要去下一家囉 但如果還在吃最後的酥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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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都會說 欸我出去補拍畫面跟我去結帳喔 啊你們吃完你就輸來這樣子 覺得沒有壓力沒有壓力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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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